價款不是很高 政府已經做一個補助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比照 一種工業用地的一個妝案 來做一個處理 合一住宅我的看法 固然它是一個福利政策 但原住民如果已經申請到合一住宅 因為中央說福利不適合重複 所以他認為他已經在購買方面 已經有優惠 但在修繕方面 如果仍然有需求的話 我覺得就這一點 我們原民局可以跟內政部反應 修繕的部分似乎可以考慮方寬 這邊我再說明一下 因為原民會在今年的3月9號已經解釋說 有關於合一住宅的部分 屬於是其他補助事項 所以說這部分就沒辦法做一個專案的補助 如果日後七年後他要做修繕補助 修繕補助的話我們這邊就納入我們修繕補助的範圍內 這樣會比較合理 OK 好了解 以剛剛你們所回答的專案辦理 如果研議通過 那他們的期限是不是可以再延期一年 這部分我們就是近期做一個專案會議 如果說他有提出申請 我們以申請日 我們推薦的申請日 作為他們的那個查核點 讓他們還有機會能夠做一個補助 好 謝謝機長 第二個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從去年開始 這也是鄭市長的一個政策之一 那原住民的團體意外保險 從過去我所知道的 去年是有副班產物得標 那今年還是視新光嘛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最近碰到一個例子 那就是說發生交通事故 那依照我們原住民的團體意外保險 這個不幸身亡 不管是意外 我所講意外可能工作墜落下來 或者是交通事故而身亡 最高補助30萬 但是現在問題產生了 那因為有時候交通事故 或者是直災墜落下來 有殘廢的 這個我說可能也許手腳 就是可能在沒有辦法達到 百分之百的這個康復或復健 往往被誠是一個殘廢 那往往呢 產物保險公司 上次我們恰醒過 往往保險公司是說 以外觀為主 那這個區塊啊 而這一次 嚴明啟跟新冠償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做一個契約的內容 這有關於內部的部分 都要做評估 按照我們的老保的標準 就是說要六個月的評估期 所以說我們在今年的團保的部分 並沒有納入這個藥項 因為我們是即時的傷害 能夠是他只有做外部的部分 如果說這個部分我們是在 來年我們再考量到 這保險範圍 這保險範圍 是不是能夠繼續保障 有關內部傷害 但是要經過六個月評估之後 由醫療院所來認定 他是已經達到這種標準的話 才能夠做一個補償 做一個保險的腰保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就在明年的 明年的那個保險 我們再做一個 納入他的一個條款好不好 好 真的講其實這為了 為了民眾的權益 要必須以後 明年如果要再做這樣的一個 原住民的一位保險的時候 這個剛才所講的那個契約內容 一定要載明的清楚 保障原住民的權益 接下來我再請教 市長 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延民集也是一樣 多年來 桃園市 各裡最少差不多也有四千個人以上 延民集的那個 那個延民 對不起 民政局的局長 副局長 現在各裡 每一個各裡有多少的人 才產生一個禮 多少的人數 依照自治條例 它是有分這個負數 那目前的禮數我們是維持 一般就是由公所來提計畫 那跟個禮來協調 那人口數來說呢 人口數它有分 分比較偏鄉的 還有就是都會型的 這個有這樣分 那個市長 對 這幾年來 對 我們每一年辦 每一年各裡 各區各裡 都在辦中秋晚會 對 那往往 我們都會區的原住民 真的是邊緣化 真的是邊緣化 那有的時候呢 里長因為我們原住民 真的是比較沒有辦法 寄進在一個部 一個社區 一個里 往往真的是 零零散散 所以往往啊 各裡的里長 有時候沒有辦法傳達到 這樣的一個 他那個里的一個夜觀網 那個中秋晚會 所以明年齁 那要特別就是說 我們各區啊 也要辦理這樣的一個 盛大的一個活動 這樣子齁 那個區跟里辦的中秋活動 基本上也歡迎原住民的市民參加 好 這個是不分族群的啦 那第二個就是 原住民的各區的生活協進會 社團喔 我們的那個 預算 社團加生活協進會的 預算是有六百萬 那各個那個 協進會的活動 總數是有九百萬 那這些都可以用 都可以申請喔 中秋佳節的活動 這個部分喔 我想請原民會 也可以通知各個協進會 假設各個協進會辦中秋節活動 可以用這筆錢 900加600 有1500 那當然我們希望 有些活動可以多辦文化 傳統 記憶傳承等等 那中秋活動也是一個聯誼性質喔 也可以讓原住民展現這個才藝 展現這個族群的團結 所以我想喔 這可以用這筆預算來彈性使用 OK好 市長請坐 那個 民政旗的副教練請坐 那個林機長 我再請教一下喔 今年度我們都會區 那個日間光環站 目前有三個嘛 中立八德跟龜山 未來有沒有計畫說 再增加哪一個區 在今年 明年的預算 我們有增加三個區 大西 大西區 爐竹跟 爐竹區跟 還有一個是 稍等一下 平鎮 平鎮 他們是這三個區 是有原住民集會所 集會所 將來只要有原住民集會所 我們會完成一區 一個關懷站的 編列的 好 那也就是說 明年度就是有六個區 對不對 是的 好 那你們所編列的預算 未來這個六個區 可以分配到多少的補助款 目前我們就會參照我們 延民會的文化健康站 裡面會設置一些服務人員 以及我們的長照人員來協助 所以說大約每一個差不多有250萬左右 是了解 好 集長請坐 那個教育級的高集長 集長我們五位原住民集的議員 非常非常的關心 有關於 原住民的完全中學高中 目前請說明一下 目前的進度 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那麼分山上校區跟平地校區來說 那山上的羅浮校區呢 在上個禮拜 有通過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的審查 那預計要進一步提送到內政部去審議 那平地校區我們今年已經完成了 用地變更的程序 那目前設校經費至少五億六千萬 那我明天下午跟教育部潘部長有約 那我也會利用這個機會呢 跟他爭取設立原高的經費 目前進度是這樣 OK 好 那集長請坐 謝謝 我想我今天的執行就到此 好 謝謝 謝謝我們三位前輩議員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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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探討一個総理 就是說我們全國農民保險 被保險人 在那個投保的部分 大概在104年大概有128萬 128萬的農民保險 那在40歲以內的投保大概5點幾趴 5點15趴 5點15趴 30到35甚至於只有1點47趴 我要說這個総理你知道代表什麼意思嗎 嗯 代表說我們的農業人口老化 農業人口老化 農業人口老化 所以農業人口老化 不是只有一個產業的問題 也涉及到國安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農業自給率 才31.1% 這也是國安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農業人口老化 第二個我們的國安問題 不只產業的問題 我們農業自給率 才31.1% 第三個問題 我們桃園市 實際上從事農業的農戶 有4萬4千戶 4萬4千戶 大概有20萬人 但是實際上從事農業的工作人口 大概1.1萬人 1.1萬人 那加上人口老化 那這些數字 你什麼感受 請你說明一下 我想農民 農業跟農村 這三個農都要照顧 那這三個農都有各自不同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所謂的農業人口老化 那麼核心農民在減少 你說有1萬1千人左右 實際從事農業大概1萬1千人 這是農業會給我的數據 我們政策上應該這樣說 農業仍然涉及糧食安全 涉及農村的生態 所以農業必須要維持一定的比例 即使在我們的全國區域計畫當中 那麼桃園市也必須要維持到 3萬5千公頃的農業生產面積 我們目前有4萬8千公頃 那但是核心農民到底這樣子的 3萬5千公頃 那我們的農業生利均從何而來 所以我們對於青農計畫很重視 每一年都在鼓勵支持 那我們對於各種不同型態的農民 種稻米的、種茶葉、種蔬菜 或者畜牧斑等等、花卉斑 我們都同樣去支持 那目前桃園的農業產值 基本上算是小而美 那我們希望小而強 像我們蔬菜斑都有很大的競爭優勢 我們的稻米都得到產地冠軍名 所以我在想 我們在這個兩個政策要把它分開 核心農民的培養 這是一個政策 要讓農業變小而強 另外是農村跟老農的照顧 剛剛講農保、農村社區的再造 農村社區文化的傳承 這個區塊我認為很重要 日本在參加WTO的時候 它所謂的文化例外條款 他們選擇稻米 包括日本的清酒、味噌、烏龍麵 日本的很多很多的農村所形成的文化 他認為這個他要保護 所以要把它當例外條款 那我們台灣對於農村的保護 現在很多人不只有農村陣線在講 我認為我們要把它當作是 我們的文化的一部分來保存 所以我覺得兩個區塊 農村社區跟核心農民 兩塊都要照顧 好 謝謝市長 市長對農業政策非常地了解 非常地了解 但是我正在跟你講 畢竟民以始為天 只要從事農業就沒有失業的問題 但是現在青年人要從事農業 遇到的大概有六七項問題 第一個就是農業大概 現在大概講就是大概有三高 第一個高成本、高技術、高風險 然後還有就是土地的問題 資金的問題、人力的問題 另外兩點就是產銷的問題 綜合以上八點 那在桃園市 我想我們農業局這邊 也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政策 就是青農的培育計畫 但是這個計畫 他總共大概執行了兩期 這也在農委會 大概七八年前就開始在推 我們只不過是幫忙農委會 再推這個計畫 補充他農會不足 小電農大地主、大地主小電農這個政策 那農業局這邊 對這個政策目前的落實狀況如何 青農我們是用類似學徒制 讓他上課到農場實習 然後鼓勵創業 目前第一期有39位 第二期有23位 總共62位 創業率都超過六成到七成 那我們在學徒階段是有給他津貼 那創業階段有給他創業補助的獎金 津貼是三萬 來多少錢 今天是一個月三萬 創業的獎金是十萬塊 那我們還可以給他一些創業貸款 那目前我自己也親自去結訊跟頒獎 那目前我問他們說 那你參加青農 第一期第二期 那你們這個黃埔一期二期 你們的看法 他說他們希望擴大舉辦 他們希望說他們的青農的團隊 可以越做越強 那目前他們跟我們既有的青農協會 互動也很好 那我是希望農業局也可以把青農計畫 以前叫飄鳥啦 後來叫青農都一樣 我希望青農計畫能夠把它落實更擴大 不是只有學做農夫 而是學做一個 這個能夠推動農業創新的 新的生力軍 那他們很會做 我看那些青農有的是上一代是農夫 有的人是放棄了 像有的是放棄了 國外的碩士的那個工作 他碩士畢業回來 國內的高科技或服務業工作 他不要他來當農夫 那我覺得這一些都要鼓勵啊 我們目前即便沒有參加青農計畫的 只要是年輕的農民 我們都會給他鼓勵啊 謝謝市長 市長你對農業政策真的非常的了解 那剛剛的數字 第一期的39名跟第二期的23名 對62個 總共62個 那第一階段的基礎課程到第二階段農場時期 到第三階段的福島創業 那剛剛你講 也就是說 在收訊期間一個月給三萬塊 對 那創業的時候只給個十萬塊 這樣對他們來講是不夠的 而且你剛剛講到一個 你剛剛講到一個貸款 貸款這個問題 我們市政府沒有給任何的錢 我們市政府沒有給任何的錢 貸款它是有些優惠啦 利息補貼 利息補貼市政府也沒有給 所以這一部分你可能接受到的訊息是錯誤的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探討這個問題 那我繼續跟你探討就是說 推動小地主大電龍 那我問一下局長 因為這個數字你不一定會有 我這我問局長 你們那麼了解我就問局長 局長 那小地主大電龍的政策 到目前為止總共有幾件 那目前我們配合這個小地主大電龍的部分 那是由我們整個一個 到七月三十一號為止 那我跟你講好了啦 既有的一個產銷班 或是農務的部分 他申請過來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今天你也是代理局長 我也不為難你 總共才通過五件 那其中稻米的部分有四件 牧草的部分一件 那楊梅區就是牧草那一件 那另外新屋稻米三件 觀音道米一件 也就是所謂整個小地主大電龍政策 在我們桃園送農委會 農委會副審的案件 只有五件 所以說我覺得說 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 就是少個利益 對青龍的部分 那如果以剛剛市長講的 只有上課的時候給三萬塊 然後他們創業的時候給十萬塊 這樣是不夠 那我問一下青年事務局 局長 你在第五期的看護的時候 寫的很大也講的很多 那跟你鼓勵一下 就是那個桃園青農 翻轉農業新勢力的部分 那我很高興我們政府 開始重視到青年農業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那你對 我上次講過你那個什麼武功秘籍 這個就不切實際 你回去要檢討 不要把社會局 教育局 衛生局 勞動局 就變你青年武功秘籍 五個招式 那反過來講 你桃園青龍翻轉新勢力 你青年事務局 除了給他電腦的行銷平台訓練以外 你有給他任何的福利嗎 跟一座報告 謝謝一座對我們青年人的支持 那在這個第五期青年創事 在這個看護裡面 有講到這個翻轉農業翻轉世代 那除了這個 這個以友善耕座、創新創業 還有循環科技為議題 來探討 那現在我們這個桃園青年農民聯誼會 大概有160幾個會員 我知道 那個賴群組我每天有看 你也有加入 是是是 那所以呢 我們也提供相關的訊息 當然在農業的專業技術上 是農業局來給 那表示說 你講到現在 就是只給訊息 另外水跟蔬菜 那個林小姐的部分 你說他有來上一個網路電腦平台 網路電腦平台 六個晚上的課程 不只站對青農 其他的企業青年都可以來上 那這一部分給你肯定 但是我認為說要給更多的利波 我來說明好了 其實那個劉勝全議員的意思是說 核心農民一萬一千人 青農現在62個還太少了 那希望我們擴大規模擴大補助 那我認為對的 那個農業局跟青年局 可以專門針對黃埔一期二期 找他們來座談 看看我們的機制哪裡不足 比如說貸款 比如我們補助10萬如果太少 可能改20萬或更多 那我們的創業計畫的貸款 到底有哪些優惠 我想你主要是希望把能量真正落實下去 我們專案 市長你現在還有一個觀念錯誤 你說貸款我們可以給他10萬 我們是沒有辦法給他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青年創業貸款 他們就是一種貸款 叫做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他已經受到中央政府的補助 所以在青年事務局這邊 不可重複補助 我知道這個農信保基金有找我談過 農業信保基金他們希望配合青農計畫 用農信保的方式來支持 那因為他新的信保基金 是希望配合這個計畫 所以我想後段的那個農信保的機制 我來整合中央的農信保的計畫來推動 那他們也希望我們看我們青農做的如何 我認為踏出正確一步 有不足地方就是要再檢討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請農業局 青年局找青農 包括現有的青農跟我們黃埔一期二期的 一起討論 那到底說後面能得到多少資源 比如說他當然要創業 我現在未來我也跟議員報告 未來我們的那個青創基地 現在都只有研發型的辦公室 我將來會有研發型的工廠 比如說他如果他做果醬 他需要100坪的那個小工廠 那個我們會提供給他 所以他的創業的門檻會降低 所以後段的青創基地 農產品的加工 我們也會讓他進來 所以我剛剛講的重點是 因為我們的農業自舉例 只有31% 然後現在我們人口已經老化 從事農業的人口已經老化 那青年是最有信心 那從事農業不會失業 你要記住這一點 不要只在青創的部分 我希望能夠納入青年農民 他剛才市長說的 那個信用貸款的部分 青年農民信用貸款的部分 總共最高貸300萬 然後他的利息大概才1.29% 那已經中央給他這種福利了 那有沒有辦法像原住民 我們剛剛講的三福利 中央給一筆 市政府再給一筆 有沒有辦法加倍 或是另外 可以單行法規 沒有問題 這個可以單行法規 但這個部分 就叫做利息補貼 那這部分可能要 我們農業局跟青年局 他創業計畫是經過我們核定的 然後是我們支持的 所以那些年輕人 那些青年人他在創業的時候 有時候也不是你只給錢 或是說你補貼他利息就夠了 最主要還有他的產銷的問題 還有產銷的問題 那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產銷 那比如說我們市長有那麼好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三天有機蔬菜 一天極原埔 一天非基因改造 這是我們全國給的名字 全國第一名 只有我們的鄭市長第一個這樣做 但是總共投入了1億6千萬以後 結果這個錢 現在沒有辦法落實在在地的青年農民 沒有落實在桃園的農民身上 我舉個例子 本來要講食安安全 那今天食安安全我不講 比如說我們營養午餐登陸平台 這是我們被審計是糾正以後 我們成立的一個平台 那到底有沒有很落實的在登陸 我們現在來探討一下 比如說米食的部分 來源品牌就是農糧署 然後檢驗標章農糧署 那在這部分我就要請問市長 其實米你也很了解 農委會那邊你也很熟 農糧署你也很熟 其實經過農糧署的米 都是過期的稻米 經過農糧署的米 都只是放在城口裡面 我們的來源怎麼有可能是農糧署啊 不是他只是說要經過農糧署的標章認定 不是說農糧署提供米啦 這邊他的品牌是寫農糧署 然後標章也是農糧署 標章農糧署 沒有沒有沒有 他品牌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到殭屍 他的品牌是內灣 然後他的來源是安平沖航 他寫得很清楚 但是在米的部分你就只寫農糧署 這個平台有問題 希望交給下去 這樣子啦齁 我想齁 我們是有機蔬菜市都採購桃園市的 這一點沒有問題 市長說因為時間不夠我跟你講 那米的部分我請教育局來檢討 所有的有機蔬菜總共有22萬個學生 一個學生我們規定他100公克 也就是等於說一天要有22萬噸 那目前桃園在地的蔬果 能夠供應的大概只有6萬噸 那學校因為怕廚餘太多 所以每個學生降到大概70公克到80公克 也就是說在地採購不到5萬噸的有機蔬菜 所以說在這部份我有幾個例子 但是因為時間不夠 比如說有一家公司 他得票以後 他的有機蔬菜是在雲林 有一家公司他的有機蔬菜是在嘉義 在苗栗 所以說這部分1億6千萬我們投入了以後 沒有辦法落實在我們的在地農民有身上 那希望說我們農業局跟交易局 能夠再去整合一個平台出來 我們會要求要在地化 這個我們會有技巧性的把它處理好 不違反採購法的前提底下 你們現在22萬噸只做到6萬噸 目前你的數字是錯的 不過我想盡量讓有機蔬菜幾乎都在桃園來供應 這是我們的目標 應該可以達成 沒有錯 我的數字是桃農果菜公司 今天早上給我的數字 桃農果菜公司它是指一般市民 桃農果菜公司服務一般市民 跟我們的農會的平台 還有我們教育局平台是不一樣的 這個可能要讓議員了解 另外一頁我就跟你講 他的品牌就是桃農 有機蔬菜品牌就是桃農 桃農裁切場是我們農業局輔導的 那個是百分之百會採購桃園在地的 所以他那邊大概有五萬噸 那其他他那邊大概五萬噸 今天早上給我的數字 桃農財切場是我們補助的 也是合格的供應平台 所以說他供應營養午餐大概只有五萬噸到六萬噸 數量還是不足 你去努力一下 我們這個數字不是剛才太多 另外大概剩下三分多鐘 講第二個議題 很不幸就在十六號上午發生了一件不幸的火災 台南一個低收入戶 他們七個人 三個人已經領到生臟手冊 而且他的爸爸已經過勞動年齡 他的媽媽還在做業子 結果全家就靠三點八萬的補助 然後搬到我們桃農來 因為他相信桃農 因為我們這個市長推動了生育補助金三萬塊 零到三歲又每個月有三千塊 所以他來頭紅塞 8月18號他把他的孩子生下來 結果他九月份領了一次補助以後 那現在發生火災 那四個人死亡 那這個不幸的案件 因為我是四個孩子的爸爸 這個新聞特別的感傷 那在這邊我要問一下我們社會局 因為這個案件是由台南轉介到 那我相信我們社會局該做的都有做了 那發生這個案件以後 我們有什麼做了一個檢討 我說明一下 這個低收入戶是九月份來中立一親 他一親的時候是想說這邊的親友會幫助他 我們十月份就給他低收的證明 那他不是來申請生育補助也沒有申請 他也知道我們要涉及滿一年 然後他們有五個孩子 有三個是拿殘障手冊 那這一次的火災發生後 隔天我就去看他們 那他郭爸爸他本身也是有裝心率調整器 那他也沒有工作能力 所以我們給予他們的慰問金是四十萬 另外火災調查之後災損 假如沒有人為的因素的話 一個人可以再補助二十 那我們社會團體也有去贊助 有去救助他們 台南社會局在轉介這個案件以後 我們去把它到底是叫做媒合還是叫轉介 還是叫安置還是我們協助 我們都是叫協助 這個不是叫轉介 就是說他低收入戶到了桃園 我們要協助他 那我們很快的一個月內 就要把他低收的資格申請 他求助我們的時候他找到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把這個案件轉介給我們社會局 那後來我剛剛講 社會局長那個到底叫做轉介 還是媒合還是協助他 另外商障的部分我們用聯合電機來支持他們 所以我們也都是全程的協助 這個個案因為我也跟爸爸談過 他其實是非常負責任的一個父親 然後當然就是說他原來在台南就是列入 低收入戶然後到了大溪住 住了一個月以後 然後要居住 那過程不用再講 我是說你們到底是轉介他去綜藝租房子 還是我們幫他帶走 而是我們提供房子的資訊由他去選擇 等於我們提供這個住房的資訊給他 然後由他去看 現在這個住房就有很大的問題 你們到底有沒有開檢討 第一個他的鐵窗是密閉式的 第二個這個房子我強烈懷疑 因為他上面是租給這一家七口 七千五百塊 但是他下面又租給三個獨居老人 所以說是不是這一種房子 到底第一個他有沒有執照 他是不是違章 然後他的安檢合不合格 結果你們把他讓他選擇到這種房子 結果他死在陽台上面 整個鐵窗是密閉式的 所以下一次我希望說 我們社會局在轉介這個案件的時候 或是在做媒合或是在做協助的時候 能夠去評估好 像這種房子到底能不能合法出租 這個時候要做一個檢討會 一定要給個交代 不是說我們要怎麼聯合公計就可以算了 然後我們的社會住宅 好 謝謝 我們中場休息8分鐘 好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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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關心我知道 不是不是 盡量搶 市長我跟你講 為什麼可以 你鐵路地下化不是我們預算你可以發爆 為什麼中央捷運不能發爆 不是 鐵路地下化不屬於我們市政府的預算 鐵路地下化可行性報告 必須由地方政府提出 這是規定 你有變預算嗎 也沒有變預算啊 融合軌道可以預算啊 沒有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市政府的預算來支持 沒有問題啊 這是編列預算嘛 所以我說 中央捷運可以比照 那鐵路地下化要融合運算來辦你不要等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沒有等 我們已經在做了 對啊 希望你認真一點 我們中縣會搶進度 搶核定 剛才你市長講了很多 桃園歸山的建設 你說前年啟動建設年 這張海報是 9月19號在歸山辦市政說明會發的海報 請問這個海報有確認在建設嗎 明年的 你說做很多嗎 你的海報有確認在建設嗎 這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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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的是這張的 這張心裡面 完全沒有確認在建設 你自己看沒關係 或許你會看到這海霸 不過其實 我們研考慰列管就超過9億了 其實坦白講如果哪些地方不夠 議員可以建立 我們來完成 你如果認為哪一個建設很需要 你要做建設,我舉雙手贊成 來看這個海埔,我刷牌不會去,刷牌軟 沒有,如果議員覺得我們哪一個證件沒落實 或者覺得哪一個建設需要 你們有那麼多,各科士去檢討 好,謝謝 我希望你說好好做 股山都沒有建設是可以 好,這事情不會發生 你在裡面講的有六個交流道改善工程 我請問市長 桃園市內哪一個交流道的塞車最嚴重? 同期來稍微交流多 哪一個? 桃園市內比較容易塞車的 包括國一線的南桿交流道 包括國二線的南桃園交流道 以及我們國一線的兩個林口交流道 都比較容易塞車 問你林口塞不塞嗎? 塞 要不要改善? 要改善 那你介紹為什麼沒有林口交流道改善計畫? 因為交流道改善 必須要跟中央的高速公務局來合作 你要建立上去啊 其實改善交流道不是你要做 林口公務員就好了對不對 林口公務員都捨不得花 因為目前正在做規劃 還沒有到建設計畫的部分 是你規劃的嗎? 我們要跟高公務局合作 我跟你講啦 我說明一下實質的 沒有實質,野區佔進來多少人 原來長庚地區的人口 長庚醫院 還有五道公務區 都已經篩爆了 現在A7搬來幾千戶 每天你沒看網路嗎? 這個我們也常常看到這個拆車狀況 這個是必須,因為拆車車量太多 尤其是尖峰時間 其實我認為政府 營建署要開發A7 他就應該國公局要做一個跨越高速公務的道路 應該要這樣子 你也喜歡開記者會 我建議你早一天 在林口加油道開個記者會 把後程站部長找來 把小運總統找來 如果蔡總統敢下定說 馬上改革的話 馬上改變計畫做的話 他會提高他的知名度 他會記者回到好 我想這樣子 林口的交流道確實擁賽 確實擁賽 沒有辦法通行 交通部跟國公局反應了 我近期內約他再來勘察 另外我們那邊要設長庚轉運站 我們也不是沒有市政府可以做的工作 長庚轉運站你會後 局長你給我報告 你寫到的計畫我反對的 你沒有做T車停車場 長庚轉運站加上停車場那些計畫 我請局長專案給你送你 所以真的講 交通規劃要做 對不對 你不做的話 像這個就是屬於中央要做的 我們建立而已 對不對 其實交通部105年就有計畫了 我那邊都有資料 他有計畫沒有做 對不對 我們正在要求 他正在要求 所以交通機長你要努力一點 真的講 不然齁 他現在要死 我們議員都不會死 這個我們確實要面對 所以說你的 前年啟動計畫 我們國際上沒有感覺到 無關股山的命啊 下個議題 我講的說 我們市長很光 辦了活動 很多很多 但是我也不說 只是因為造謠 你知道嗎 因為負債太多 負債太多啊 請問那個財政機長 104年45戶在多少 105年會負債多少 那你們106年的預算編列 一季會負債多少 到106年底 我們台灣市庫會負債多少 年環本更近於300億嗎 對啦 不會啦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我不相信機長 你這市長四點任期做完 會不會增加很多負債 既然就是我一定支持啊 你的立場就是這樣 所以賺錢一定看得到 現在負債會增加經濟環榮啊 對不對 但是你會辦活動負債 會開記者會負債 不值得嘛 其實議員的質詢我尊重啊 不過我們今年增加80億 我們的舉債只增加38億 而且資本門建設是全六公最多的 是最多的 新聞處長 新聞處 不會不會 不會喔 對 一場八萬塊 兩年記者會將近四千多萬 對不對 今年那場七萬出頭 今天七萬多而已 有少一點是不是 對 那還是很多啊 我是覺得 你一場花七萬 還是造成我們市政府永遠負債七萬啊 跟議員報告啦 我是覺得說 有一些活動是 推廣文化 也行銷桃園的啦 我剛剛是 我有分析過 地區什麼都蠻平均的 那我想 都還蠻有意義的 但我們還是會把它 重點化 跟這個有必要性 跟需求性 我們才會開 對 行銷桃園行銷已經很夠了 所以跟你講 跟你講 目前我們台灣市的行銷 應該在 六都在前股市排第一名 全世界面人不認識鄭文燦 行銷很成功了 對不對 哪個媒體不報鄭文燦 哪個雜誌不報鄭文燦 我請問你 你雜誌社 在聘用雜誌社聘用幾家 兩家 兩家而已嗎 對 聽說你台北聘了八家 一家兩百萬一個年一年 沒有 沒有齁 你把聘用雜誌社的名單給我 好 花錢花大口上 行銷 就好就好 一家會 半年一年就過了 辦一個活動 從 燈會 燈會開始 對不對 地景藝術節 明年農博會 這錢開的時候 兩個月就不起來了 要是三年兩年就忘記了 沒有啦 我想說很多活動 活動會流下來 像這次地景藝術節 地方的覺醒 跟在地社區的合作 很多國際的朋友 很多台灣的朋友 也看到很多的作品 沒有錯啦 看到很多朋友 沒有錯 但是問你 你現在所有花費的錢 全部都擠下來的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歲數一直減少 你每年負債 沒有辦法還的啦 跟議員報告 我們還是有必要性 跟重要性 有必要性 沒有錯 但是要尊節 你的開箱 都好就好 不要當年一半 你一年半的大活動 每年半 比方說地景藝術節 市長也有指示說 一年其中 那一年是這個大型的地景藝術節 這樣子 你還很多小活動 各部門的活動有多少 一年挖幾億你們知道嗎 每年都有控制 跟升格錢差不多 坦白說我要跟議員老實說 六都的活動的費用 我們不算是高的 我們資本門支出 以106年來講 271億 那我們比去年增加53億 那我們是26% 是六都第一名 目前是六都第一名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做主管過 不知道錢怎麼欠 你不要再做街上 我當過新聞局長 我也主管過很大的預算 你新聞局長不用籌財演 財演這種燈給你的 你當市長要籌財演 收支要平衡 所以我是很負責的收長 機長不用籌財演 我相信 我是在這個掌握收支結構 很清楚的收長 我老實說 收入面我也很了解 我現在是暫力給你建議 你來說負債 虛心接受 你今天建設負債 我絕對支持 你的辦活動負債 我絕對反對 我們真的不要辦 盡量少辦 盡量少辦 基於議員的建議 小型活動我們檢討 是不是數量過大 當然如果是村里級的 他們需要的 我們會支持 我們做一次活動的檢討 但是桃園市政府用的錢都比較少 我們燈會是各都裡面用最少的 真的假的 我們用的錢是 所有的燈會辦的最少的一次 應該兩日為初 好好去蓋來開 別人花十一億 我們花五億而已 你四年做討 八年做討 如果給付借五十億 我們統治 這五十億 英文沒有負債 債留子孫 英文沒有負債 六都我們負債最少 台北市2500億 比我們最好的 不要比我們最好的 我們跟苗栗比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建設要擴張 台北市捷運蓋好了 我們可以蓋 你建設我支持嘛 你現在不做建設 你捷運還沒開始做 綠線開始做 捷運開始做下去以後 沒人要多少錢 所以建設擴張的時候 債務會成長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說 一定要好好去掃控 不要把這些錢扶結下去 我們怕什麼 會不會到 我想我們不會舉債辦活動 這個不會發生 也不會其他個度更高 不會發生 台北花博花一百三十億 所以我們燈會才851 我在更簡單一個問題 最多的 最少的 你在十一月十四號跟二十八號 辦桃園杯青薩棒比賽 對不對 什麼 青薩棒比賽跟青棒比賽 欸 薩棒比賽 十一月十四跟二十八嘛 對 對齁 你看不得你說再三天辦 還請選手吃飯對不對 這個是棒協 我們的棒協 我們的謝章文主委 跟當時他們希望辦一個桃園杯 我們會盡量把桃園杯辦起來 市長我跟你講 你辦我不反對 你可以問體育界的先進 沒有人開幕在餐廳 要請他吃飯 第二天要比賽 選手參加比賽 吃什麼都要管事 餐廳要辦給他吃 吃到拍包豆 第二天不就比賽要怎麼辦 為什麼奧運在比賽的時候 有個國家自己派廚師過去 不要吃人當地的麵 給他吃拍包豆 所以說你要照這個標沒關係 你要跟餐廳互帶 吃吃問題由他來負責賠償 好 我們要不要比賽要怎麼辦 要延期比賽 請體育局在補助這個案子 所以說 沒人開幕 你破世界紀錄了 我現在好好檢討一下好不好 那個桃園杯的開幕 跟歡迎各地來的選手 我不反對 但是不一定要示範 請體育局來跟棒協來商量 請問市長 你認為說我們青年投入社會以後 是創業重要還是就業重要 都重要 都重要 那青年事務節約的工作是什麼 你成立的宗旨是什麼 我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青年局章程規定很清楚 包括創業公共參與 質疑發展 那青年就業在中央是勞動部 我們地方是勞動局 所以青年就業站 跟首度就業的補助都放在勞動局 所以我們青年事務局主要是在創業 文化活動公共參與 所以他就業是放在勞動局 那你也就業科目啊 這個我們的那個預算一開始 第一年齁 那你剛才講了說 有中央項目你也不用辦 給中央辦就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中央項目對接的是勞動局 所以我在第一次成立青年局的時候 有特別說明 為了怕避免誤會 青年就業主要是在勞動局處理 但是呢 未來職涯發展 我們仍然是由青年局來辦 其實跟你講 現在青年事業的會場很多 這個我請勞動局來多加強 青年的之前信念對不對 對 你這樣都沒有做啊 不是 這放在勞動局 你現在說青年局沒做 不代表市政府沒做 也不代表中央沒做 那以後青年事務局 都不要辦青年就業輔導的事情 青年就業主要放在勞動局 不過職涯發展 職場的輔導放在青年局 市長您請坐 陳基長 你以前是青商會會長 是 是中華民國總會的會長 是 你在市政府 還沒來以前是在台北開設 台灣青商創業投資股運有限公司對不對 跟很多青年的夥伴一起來開設 所以我本期認為說 你來台灣市政府以後 就把你青商的那一套歸期 還要把你公司的投資創業那一套 拿來勝任務來營業啊 這個在以前的職業跟現在是完全兩個事 但是唯一的宗旨就是要促進青年的積極正向的發展 這是我一輩子的使命 當然是你們不理由台灣市的資源來做你們青商的業務啊 完全就是兩件事 沒有用青年事務局的事情來做青商的業務 青商會的商是商業的商 希望青年朋友更好 一座你也是從青商會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三星會 我們農家子弟 萬博吉成華青兄 也都是青商會的好朋友 好朋友是沒有錯 當然是你不要口口青商好不好 我們是青年事務局不是青商事務局 我們是青年事務局 不是青商事務局啊 這我完全了解 非常謝謝一座 你不要這樣子青商總會長 你就把青商會全部帶到台灣來 怎麼參議員參議會全部帶進來 你的自議會 你的自議會一年開始四次大會 我請教市長 我們現在一年開始幾次大會 四議會 兩百大會而已 一座你講的是青年諮詢委員會 委員會你一年開始四次大會啊 對這個依照我們的章程來設立 青資會現在是全國都重視 讓那種高中大學一部分的社青 來參加公共事務的建議 青資會其實沒花什麼錢 我想這可能誤會 這跟青商會不太一樣 不是啦 你現在辦的全部國際事務嘛 那個最近辦的展覽 各大學有參與的 市長跟你講 都非常支持 國際事務是中央的業務嘛對不對 以前我們國家有一個青年輔導委員會啊 現在裁測調整裁測 跡下不像裁測人嘛 它是變成青年發展署 在教育部中 對不對 所以說我是跟市長很建議 業務的難在 我們桃園市青年事務局 辦桃園市的業務 但是你辦國際事務我不反對 比重要分一下好不好 沒有問題 我們會檢討 你全部是國際事務啊 那個不叫國際業務 叫做青年的國際志工參與 這是全台灣目前在推動的 目前我們各大學的國際志工團隊 有一部分有申請我們的錢 但是他們預算不多 但是他們有很大的成果 什麼東南亞特工隊 國際志工服務隊 還有什麼 辦的聯合國會議 幹什麼什麼屁事啊 沒錯 像這個長庚科技大學等等 這幾個國際志工隊 其實都是很多是我們桃園的子弟 也希望讓我們的桃園子弟 有國際觀 你已經輔導到前國企 不是桃園大學 不是不是不是 都是以我們桃園的大學 我跟你講齁 你如果不偏重桃園市的話 我會把議算刪掉一半 我特別警告你 以桃園市為重 別的縣市有別的縣市的軍會嘛 我們沒有補助別的縣市 那別的辦很多活動啊 我們是補助桃園的 所以要這樣講 你的績效真的不髒啊 所以本身就是說 你 真的是不務專業毫無績效 這桃園市的青年服務啊 我是關心就業啦 其實青年事務局 跟之前信念啦 那個我要老實說齁 青年事務局人雖然不多 但他們在各大學 很多人不多咧 各大學當中齁 學生都很認同 我想這個也不能 其實齁 台灣縣幾個大學 就輔導台灣縣大學 就好了啦 你沒辦法輔導全國的大學 對不對 我們沒有輔導全國的大學 沒那麼厲害 沒那麼厲害 管聯合國業務 管中央業務 管教育部業務 我們沒有管聯合國的業務 你當部長當聯合國秘書長 國際不代表聯合國 國際志工參與 跟聯合國無關啊 不是啦 我是你比重壓戲分一下好不好 好 我是建議把你裁測掉 你裁測掉啊 跟以前沒有也是一樣啊 青年人對青年事務局很支持 我知道 但是我認為青年就業 比創業還要重要 因為事業人更多 所以我們勞動局 有這個青年就業方案 我們青年事務局 有質疑發展的支持 好啦 我跟你講你不好好做 我今年這樣刪的預算 你其實也被刪的不夠多對不對 今年刪多一點啊 你不責任我就刪嘛 其實應該要給青年局更大的力量 坦白講外面也在打算 你表現拿出來嘛 請青年局說明他的績效 我預算室才要說明 你會有給我一份 你這兩年成立青年事務局以後 對青年創業的一個績效 拿出來 後來創業成功的 有幾個成功的 他們會失敗一大堆啦 對不對 我們會一力來輔助我們的青年朋友 好謝謝 好請坐 請交通局到記載 你最近在歸山裡做出重大建設 歸山了 真的建設沒有啦 我請教你 正興路跟萬壽路口的改善工程 你有沒有去看到裡面的改善計畫 這個萬壽路 長壽路 正興路口 這個路口 確實呢 交通是比較混亂 那麼我們也在這個上個月 跟交通 因為它屬於台移甲線 我問你有沒有看過這個計畫而已 蛤 這個改善計畫你看了沒有 有啊 好 那我跟妳講 這樣路開通以來 我在那裡大過不要拆車 你改變以後 塞車長達一公里 我要過路不能過路 我剛才去的要10分鐘 這要去的路不能過 要駛到大堂路、炒鑽路 駛到駛到過來 這水的責任 路口的雍塞 有很多的原因 這步我們已經分析出來了 我知道你改善不當嘛 不是 我們會再做調整 調整什麼 包括中央份額島的縮減 包括行方線的修改 包括耗制十字的調整 現在已經開會決定 恢復嚴重你還要調整什麼 沒有 那個我們會再現看 如果要恢復嚴重 也要經過跟地方協商 已經施工了 要現看什麼 我講的是萬壽路 我們四個議員全部 當場決定 揮護原來的入口 原來都不會塞車啊 這個不會 我們會後再商量 左營已經動工了 揮護原狀 你還不知道 你當那麼機長 萬壽路、長壽路 跟振興入口 對啊 左營動工了 改變回來原來的後製 我們已經分成兩個階段 再做了 我告訴你 你真的關心一點 該做不做 要不做 要不做 瘋瘋瘋瘋瘋 然後現在 拿起來瘋瘋瘋瘋瘋 就是你 屬於就不是這樣 屬於就是這樣 沒怎麼改回來 我怎麼改回來 沒有你稍微看看 有在做嗎 如果改回來怎麼辦 我們分兩階段在處理 那個屬於省道的部分 屬於中立工務段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雙方在協調啊 我今天早上才得到訊息是這樣子 用心一點 有什麼甚麼關係是沒關係 要不改改變 changing 我剛才叫車輛和窘車輛ucci 我們試的意 purl 我們Carplan的事情不是嗎 蛤 我們目的是要解決交通問題不是嗎 你沒有解決啊 你造成篩車沒有解決啊 如果有造成篩車 我們會再調整我們的方案 讓他做到好 做到好為止 你現在不知道 現在已經清楚有一vem��고 如果做得不好 我們再修 真的講 好好關心一下交通啦 像我說的,你這人不要做,去做人比較高,我就把你打拋了 不用頂端,你去頂端,要做你不去做 好好的檢討一下,你先做 請教我們環保局省機長 8月8號的報紙正出來了 南桿溪,大腸鏡超標30倍,你怎麼解釋? 怎麼解釋?超標30倍喔? 大腸鏡超標30倍啊? 你說是生文會水造成的? 那我請教你,南桿溪以外的河川 茄東溪,還有我們老JC 他還有生文會水,他為什麼不會超標? 你給我解釋一下 你那個資訊來源我們再確認一下 報紙當然有資訊來源 裡面都有數據啊,單位都有啊 你不知道嗎? 這個你不知道嗎?你不知道很嚴重喔 我跟翼座報告一下 基本上那個水質,如果是我們飲用水的水源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做到場感情的檢測 特別是,自來水場處理過以後要排到用戶端 這個會涉及引用的部分 我們一檢測都沒有問題 我極力說明 今天如果南桿溪會超標,基納溪不會 我懷疑說 你的那個 就是我們滅水處理有問題 我講過嘛 你水回是要送到龜山 廚水廠去處理啊 所以延長也是留下來 所以細菌那麼多啊 你一直不改善啊 送到那個污水處理中心處理那個部分的水回 那個基本上是有經過我們檢測才可以排放到 我跟你講過嘛 林口污水廠處理中心是處理公衛會水的 對不對 他以前沒有加點會水處理系統嘛 對不對 所以會出問題啊 你現在 爐子的北溪污水處理中心 他專門處理加點會水 為什麼不給他處理 我可以做報告啊 那個部分有涉及環評的一個環差 環境差異分析的部分 目前環保署已經就這個部分 進行環境差異分析小組審查通過 大會通過之後 接下來他有一些程序要去辦理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污水下道系統 其實逐步在建設當中 這問題一定會解決 你建設我不管你齁 我問你您跟污水處理廠商 他們有沒有責任處理我們的 就是水回車的滅水 他們有沒有責任去處理 水回車是清除業者 清除業者是我們家領裡面的 花溫池拿出去的啊 清除業者他是一個事業的一個收受 他可以送到合格的處理廠 全國的地方都可以去收受 像譬如說跨區域到新竹 到新北台北都可以 你都接受 我接受 我們市長 我們的污水處理廠 不是要處理我們花溫池裡面的滅水嗎 老廠的你處理 庫裡的財庫你不能處理 你們不需要處理嗎 他有一個比例 那每個區的情況也不同 比例我跟你講 我希望你現在重新規定 按地區分送啦 我要求不是龜山不要送到我們龜山來 我就圍場了 跟譬如說報告 其實我們是希望處理是全國一起來看這個問題 不要說 你全國看全部地區到龜山幹什麼 我們陶影也可能到外天市區 不是這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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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解釋為什麼其他的處理廠不能處理 這個會誰啊 如果有設施適當的場所 什麼叫適當不適當 你說那官林不能處理嗎 官林處理好就排到海裡去 哪裡會有些細菌存在 將來我們會有一個生殖能處理中心 會在官林 也會處理 我們規劃中的生殖能的中心 可以收受水 爐竹效能不能處理 你可以解釋嗎 你們合約怎麼寫的 這個是不是訂馬關合約 這個爐竹區的合約是之前訂的 可以修改啊 好這個可以來討論 我們用戶的水 教主來最捧手 戶情結費 戶處理會 對不對 這花園水裡面的污水也是我們副處理會產生的出來的污水 這個都可以一定的比例 這個我們來檢討 對不對 你是為了說他們處理出來的 佔天水要賣 所以他不敢處理這個水 不是 我們要買是這樣嗎 那個議員 我給你說明 爐竹那個污水處理場 服務區也包括龜山 龜山桃園巴德跟爐竹 北區四區四鄉鎮 我是講 他們都有能力處理 所以你說的問題 各區還是要合作 龜山的水是排放到南坎西 所以說你在原來地區處理 就不會污染南坎西 污染河山嘛對不對 減染污染程度 2萬塊2、30公里 一個資管頭來處理灰水 老腳就快去 我們每個 所以每個污水處理場容壽量 我們看環保署跟營建署的法規 我們來檢討 真的講 不要為了說 他處理的再生水要賣 就不敢處理這塊的水 不會啦 那個議員 議員說我們也不需要說 我們也不需要說 13個區都是文化廠 我們看適當的地方來設置 所以說 當初你們的條約怎麼訂我不知道 跟他新榮一樣訂 要麻煩條約 這個條約不是你訂的 我知道 等一下 我希望把這財務念容 攤到議會了 我們來討論一下價值 哪有訂的不合理可以修改 一泡水出力35塊 不會再生水20塊 中間總共55塊 碳系 我還在說 你還拿你穿什麼 要用那個再生水 市長 我還可以不跟你提醒一下 再生水要另外招標 不是他 桃園市應該不用再生水 20塊 比我們的自然水還貴 再生水場 如果要設置化 符合再生水條例 要另外申請 不用再生水 沒有人要來 一泡二十塊 再生水 金米公約不能用 你聽我講 金米公約不能用 再生水如果一度要20塊錢 也是要賣給自然水公司 不是賣給廠商 那要到達規範 那個廠商會是什麼廠商不知道 會不會申請有沒有準 我也不知道 我是提醒市長 你在台灣不要給我鼓勵再生水 給廠商來使用 你如果要來搭廠 搭廠航工程 用再生水 你會 你還要來搭廠嗎 不會來了 現在電跟民營化 他會來嗎 不會來了 你再生水跟電跟土地成本加起來 航空程招不到商了啦 議員你剛剛說法是錯的 那個再生水廠是把水賣給自然水公司 那能不能推動再生水 要討論才知道 所以說你市場生物不要說 台灣是用再生水 不是 不要強迫啊 經濟部希望每個縣市都要推動 那台灣是不需要 台灣是水太多了 只有台灣是不需要嗎 不是 一個台灣放的水就放一個 像這個口水的水是怎樣 要用再生水 其實喔 桃園的水的那個整體的處理 仍然需要加強 沒有錯啦 但是我希望你說 不要口口聲再生水啦 再生水很多用不習慣的啦 那個 那個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是未來經濟部的計畫 你如果要再生水 我們現在還沒有談到哪裡啊 我們現在還沒有談到再生水啦 我們現在航空程序 還沒有談到再生水啦 不必那麼快啦 還有一個 最近炒得灰灰灰灰灰的台化事件 你應該有印象吧 台化一線他們彰化的人士 就是不要污染啊 能夠讓廠商工廠官們 百姓給他失業都贊成啊 我們土耳門裡面 土耳門裡面 有一樣的工廠嘛 還有一線有沒有通漢工廠 台化廠有十一個監測站 我們土耳門做幾個污染工廠啊 長生氣電 長生電廠 中原電影廠啊 海無電廠啊 國光電廠啊 還有新龍混亂乳啊 你們這些污染的廠商 有沒有每一個廠做十一個監測站 他本來就是依照規定 有一定規模以上 就要設自動監測站 而且要跟環保署連線 沒有錯 你有去監督嗎 那我們希望這些廠 能夠把他的資訊揭露 比如說像中油的陶電廠 他自己的門口就有不斷爬往的 但是在明年我們要求他 我們要設置一個APP 關心的民眾可以立即透過APP 可以看到他所關心的煙囪排放的一個情況 前市民都一直可以來監督 我想我們往這個方向來做 你一定要去做好這件事 當然要做 他主動提罰書 主動去查 我們桃園地區過去這一整年跟前年 我們的PSI空氣污染指標 我們都是在良好的狀態 要查這些污染啊 當然要 對不對 你自己關心空氣污染 我們也很關心空氣污染 你每個這些污染廠的報告送給 送給議員做參考 是 沒有問題 我不敢去找他們嗎 我們去找他們沒關係 不會 我們一定會監督他們 對不對 現在他們6000 還有這些污染地區 他們為血統跟基民都有做健康調查 你有做嗎 跟那個議州報告 市長有指示我們 就是對於這個桃鏈場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對周遭的幾個議員 做健康檢查 做健康的調查 有關於公衛的部分 流行病水的調查 要比照去做 別的縣事早就做 我們還沒去做 你自己家是當假的 對不對 我們錢那錢不是沒錢 買不完 負責沒關係 不是這樣講 因為市民的健康我們都很關心 所以別的縣事可以做 你要比照去做 好不好 所以在明年的議算裡面 市長有指示我們 這個部分我們要加強來監測 來調查 謝謝議州關心 好請坐 請請教我們那個 水務局劉機長 我經常提到說 山坡地的問題 不知道 你對這個有什麼印象沒有 其實議員非常關心 這個山坡地的畫質 山坡地畫質 我跟你講說要不要做這種池 你有什麼意見 山坡地就是說 應該要做自豪池 應該做自豪池 你的資訊是錯誤的 市在身體建造才要做 畫質不要做 畫質的話 他一定要確保 就是說這個水土保石 能夠受到控制 畫質的時候還不要做 所以我哪天跟你講 我們官方現在辦理畫質 總面積超過八百公頃 要做哪一支 過去的話 畫質的案例都是 以前畫質是個案畫質 他要去工廠 要變小孩才要做啊 公辦畫質 一次成功性 他要做什麼土地 還沒確定開花 那我請教你 我們目前的山坡地 畫質條例歸水管 歸中央政府 哪個中央政府 農委會 農委會 農委會嗎 農委會水保局 市長 機長好好給他上課 三坡地劃出條例 三坡地劃出條例 直轄市不受於管宿 有啦 當初訂的條例 有受啦 直轄市以外 才要訂這個條例 要不要看公文 三坡地保育條例 三坡地劃出條例 那個 林口特定區也適用啦 不是不是 全國性 當初他要訂這個 三坡地劃出 那個作業要點裡面 就有規定 直轄市以外 才要做 現在直轄市不屬於農委會管了啦 直轄市已經屬於行政院管了啦 還給農委會管 農委沒辦法管理他一次的水利保持業務了 我們送到行政院最後有 但行政院還是請農委會的水保 沒有沒有沒有 我已經問過了 即使核定是行政院 審查還是水保局啦 這一關跳不過去 所以說很多業務 你要去檢討一下 三坡地劃出 幾乎快滑這些問題 對不對 你盡量想辦法完成 這些劃出的業務 三坡地劃出的退縮距離 你自己訂三十公尺 他中間不是這樣訂的啦 按照坡度計訂的啊 對不對 他是根據這個林線 對啊對啊 那你同時認為訂 第一三十公尺以三十公尺 你自己訂的啊 你是一定的啊 我們是根據林線來看 林線是 他坡度如果15公尺 就是最15公尺啊 因為我們那個石溝的坡度非常懂 不是啦 你這條例有很多盲點 我不能怪你啦 因為你不是專業 我希望會後你對三坡地劃出這些問題 這個要點重新檢討 好不好 重新檢討啊 請中央或鞋子來檢討 目前法令怎麼樣 我們可以制定哪一些 奇怪我啊 台南市是25公尺的耶 你用80公尺的耶 用80公尺的 我們都要圍出來啦 我們都是峽谷啊 他規定100公尺可以發出山坡地 但你計畫80要160啊 都圍不出來啊 80公尺應該是個最佳的一個尺度 台南市25公尺啊 台南可能跟我們的地形比較不一樣 我們都山坡地耶 他們也沒有山坡地那麼多耶 他們可以我們應該可以 之下是有潛力來變更啊 我們會制定條例啊 我們來檢討合理的基準 市外機長你用心一點好不好 股山怎麼不進步 股山怎麼不建設 就補給苦到三坡地 一座商執行以後 我們馬上就有跟這個水保技術團來 我說我希望你在會後 兩個禮拜內就召開一個檢討會 我們在前一座來指導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蘇翠林蘇議員 以及魯明澤魯議員 共用40分鐘請發言 謝謝 好謝謝議長 我想市長 今天農業局副局長 今天早上聽到農業局局長請假 聽說膽有問題 我想應該是被嚇破黨 不要怕 待會我們待會質詢完之後 我們一起去醫院看他 看他到什麼樣的地步 不過在想這個 市長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們一直在請教你 一直覺得說你剛用這樣的一個 你的小內閣 什麼時候會去做一些調整 把整個陶淵市的內閣的一個體質 調整到最好 那我們一直覺得說 你有在挑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調整主管事實上有一些事情真的非常明快 譬如說 動保處 只要原長發生一些事情 輿論有一些意見的時候 馬上換 包括今年換的經發局什麼 遇到很多問題 該掉 你非常明快 但是我們發現有些局 有些局 他已經超越你現在快速換的這些人 那我們就不太清楚 這個 不太清楚你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過今天我們主要目標是農業局 那局長可能有聽到 所以剛好身體又不好 剛好身體又不好 他沒有來 不過其實我必須說 現局長來不來 其實差別真的非常小 因為問他什麼事情大概也不太出來 所以我在想說 市長你用他用人脈 或者用他的專業 或者用他的一個能力 或者說什麼欠他人情 費用不可 是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看那個農業局長 他很多的做事情的一個指標 不能夠說只服市長的意 外面這事情到底現在做得怎麼樣 明年就要辦博覽會了 市長我想說去年12月25號 你去農業創新市集 你開幕了 那天正好聖誕節 你也出來戴一個聖誕老公的帽子 你知道嗎 聖誕老公的帽子 但你走了之後啊 你知道那邊變成什麼樣子嗎 你聽不清楚 有沒有聽說 那你巴德跟桃園邊界了 你知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從去年的12月25號到今天為止 將近十個月的時間 現在這個 這個他們到底做的是什麼 你當時的理念理想都對的 而且你動用了第二預備金 其實我們很在意 第二預備金本來是原計畫不夠的 你沒有這個計畫 你硬要用 那因為是你 你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計畫 所以你動用104年的第二預備金 來很緊急的開創這個創意市集 那農業創意市集我想這個農業副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你今天既然來齁 請教一下 現況怎麼樣 你能不能一分鐘簡單說明一下 是的 我想市長給我聽過 你但你內部現在到底如何 是的 我們那個創意市集 在原先的規劃以後 那我們在整個一個 整個一個 整個一個環境的改善的話 我們已經 達到我們目前 已經在整個一個 包括活肉 包括廁所 都已經完成了一個改善 那整個一個 整個一個 譬如說在整個一個 銷售的部分 我們也做一個轉動 能夠讓它活化 除了說我們農業產品之外 我們讓多做植物 或是可行的 我們相關的活動 你上次去看是什麼時候 農委議長 你上次去看是什麼時候 我們是從那個 在整個活動的期間 經常都有到 經常都有去看 那我是前幾天去看的 上禮拜剛 最新的狀況 最新的狀況 我去那邊看到你們農業創意市集 本來是全國希望能夠打造 至少做一個農業博覽會 一個熱身的一個前身 這個禮拜天 下午2點30分天氣晴 好不好 很好 沒有問題 按理說 如果是一個好的市集的話 那一天在橋下 我們覺得應該會有人潮 那我想在這個時間過去 我覺得現場的這個市集 就是叫做 現場的場面就是空空如也 什麼人潮 不要說人啊 我這樣繞進去出來 20分鐘 總共看到逛的人 逛的人大概不超過10個人 那空空無遠 空的舞台 空的服務台 我不知道該誰去服務 我看了5次 空的服務台 咖啡廳 空空的咖啡 我不知道台灣市政府 搞搞倒了青年事務局的一個咖啡店 還要搞倒幾家 裡面的攤位 我想說產蛋經營 產蛋經營 然後我在裡面跟他們聊了很久 你知道嗎 當天賺250塊 然後繳清潔費 我的意思說 我不知道你們在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那咖啡店講說 其實他們 投資了幾十萬 他裝備也進去了 他本來想做7天的 但是平常一天賣3杯咖啡 150塊 剛好繳清潔費 現況是這樣的 所以副局長你們裡面說你們做了多少 做了多少 你現在這樣一個事情 再來我想說的 完完全全違背 鄭市長當時推動這個概念 我覺得非常不應該 我覺得局長跟副局長你們能力都有問題 你們能力有問題 要不然你團隊有問題 你不可能說都別人的問題 你們的招商計畫書說 我有四大目的 第一個支持本地農業發展 這個禮拜店去 日本進口 其實進去已經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農產品了 好不好 完全幾乎沒有了 支持本地農業發展 這個是零分 就現在這個市集在運作的 桃園農民直銷的通路 他們也沒有來了 所以沒有通路 就多肉 就多肉 他們說有一些也是進口的 幹什麼 那我們不知道 你現在裡面就是這種樹苗 跟這種多肉 兩種沒菜 沒有什麼一般跟民生相關的 就這樣 第三個 協助農民拓展客群 因為沒有客人 沒有人潮 你這個市集 沒有辦法做到這個事情 第四個 你們 這個鄭市長本來是好意啊 希望我這個市集 能夠帶到周邊的一個發展 這是你們招商計畫書寫的四大目的 我看的狀況 其實我非常難過 市長花了一千多萬 也動了第二預備金 我這樣能跟你說 我們不是要辯論什麼 這個市集 面臨一個關鍵的時刻 要不然就把它做活 要不然就把它做好 你有時候動員人去 他們動員人去 吃完飯 表演完就走了 連後面都不進去了 所以現在是一個非常慘淡經營 完全沒有達到你原本目標 而且讓很多的農產品 根本沒有進來 到底是地點的問題 到底是交通的問題 還是你們辦活動問題 我不知道 但是以這樣的一個能力 以這樣的一個成果 說明年的博覽會 我們要號召全國來 我是說真的 我沒有樂觀的一個本錢 我也不知道 到底農業局局長 今天沒有來 到底農業局長 每天認真 東跑西跑 在跑什麼 那個 市長不好意思 請教你 您聘用這個一級主管 都是政務官嘛 那您當時會選擇 聘用謝長勝 謝局長 來擔任農業局的局長 你的目的是什麼 或者你看中的話 是哪一方面的專長 我想每個政務官 都有他的專長 才會拚人 那農業局長 謝長勝做過 世界農會的總幹事 那也當農漁資訊中心的董事長 那他幾乎都在農業的領域 跟各農會也熟 跟對農業也很了解 我想主要是這個原因 好 謝謝市長 那個政風處長 請坐 政風處長 我請問你 在去年底我們質詢過 有關我們 桃園市農業局局長 謝長勝謝局長 他的兩塊農地的違規使用 那麼當時要求政風是要去查處 那你們查處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部分金發局都有連續的處罰 就這樣子啊 開過兩次的罰 金發局 這跟金發局什麼關係 都發局 抱歉 都發局 還有呢 還有呢 一個都市內一個都市外 還有那個地震局 還有地震局 處罰什麼 來地震局 請問一下 地震局處罰了什麼 因為這個是在 報告的議員 這個因為在都市計畫內 跟外都有嘛 所以那個時候當時就決定 就由我們都市統一來做處罰 那我們最近已經處罰過兩次了 處罰兩次 處罰什麼 就違規嘛 我們就按照我們的規定來罰 第一次也是 最近一次是9萬嘛 那上一次也是9萬 罰了兩次 一年來罰了兩次 18萬 對 這個土地成本蠻便宜的 18萬 不過因為它是要 你這是都市外的嘛 那都市內呢 謝謝 因為它內外都有啦 那一般我們對於內外 它佔的土地面積 多數是在都市內 就由我們來處理 所以就只有罰了那兩次嘛 是不是 所以這兩筆土地 就罰了兩次 18萬 是不是 然後現在呢 現在要怎麼做 現在要怎麼做 他現在是要申請變更使用 申請變更使用 變更什麼使用 他要變更為診所的使用 要把那個 變更成為診所 農地要變更成為診所 不是特定目的事業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要變更成診所 請問他原來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是那個育兒中心嘛 蛤 客戶的托兒中心 客戶托育中心 對不對 好 市長 我想這個 在去年我們在請教的時候 在質詢的時候 當時你也在替這個農業局局長背書 你說 這個是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客戶托育中心 來 市長我再請你看一下 這是禮拜天拍的照片 這塊地方就是在都市計劃外 華興段239地號 這個是農募用地 這是特農 特定農業區的農募用地 然後呢 他是在95年 申請客戶托育中心 95年客戶托育中心 是社會局發的文 核准的籌設許可 但是呢 在那個行政處分上面寫得很清楚 這個籌設許可的有效期間是三年 三年過後就施其效力 所以 95年拿到這個籌設許可 這個地號 完全沒有去做任何籌設的動作 只申請了建造 但是建造連開工都沒有 一樣 建造也是屬於有期限的行政處分 半年你這個建造 你沒有展延沒有開工 這個建造 一樣施其效力 所以 這個239地號 在95年拿到了 這個客戶托育中心 的籌設許可 它按照規定 三年內 要籌設完畢 拿到這個使用許可 可是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之後 按照道理 按照法令的規定 98年 它就施其效力 現在我沒記錯的話 是民國 105年 好 那現在105年 現在地政局說 它要把這個客戶托育中心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要去變更 成為 診所成為醫療機構 地政局 我請教一下 可以這樣變嗎 因為這個要 我們那個 衛生處管機關來 可以這樣變嗎 我可不可以請教 按照規定 特定目的 如果按照 非都市計劃 管制規則 第37條 如果它在 拿到籌設許可之後 施其效力之後 這個土地 按照 非都市計劃 管制規則 第37條 它是要 恢復原編定 要恢復原編定 結果呢 結果我真的覺得 欸 市長 我覺得這比那個乾爹怡雲 還要來得嚴重 你知道嗎 乾爹不過是個府外人士 然後給了他一個市政顧問 那現在呢 是我們整個桃園市政府 窮盡蠻荒之力 每一個人都在當我們農業局長 謝局長的化妝師 幫他擦脂抹粉啊 你知道 那我們來看看 你知道這個 化妝最高 化妝最高境界 是化理後 感覺像沒化 95年跟98年 都不是我擔任市長 用地變更如果完成後 要恢復原編定 我不曉得98年 當時籌設許可沒有完成 那當時的市政 縣政府怎麼處理 那我想制度問題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市長 我大概知道 我大概知道你會這樣回答 不過我認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那市長我請教您 這個是制度問題 去年我已經提醒你了 這個是制度問題 去年我已經提醒你了 那現在你在聽我講 可以有不同的用途吧 你在聽我講 我去年已經提醒你 也提醒政風 請政風要去查處 今天農業局的最高主管 這個主管人物啊 農業局局長 自己的農地在違法使用 然後呢 他是特定目的事業 對不起 按照法規 他已經變成一般 特定農業區的農牧用地了 按照非都市計畫管制規則第三十七條 98年沒有把它還原 98年 好 那現在要不要還原呢 你已經知道去年年底我們質詢 你已經知道了 要不要還原呢 沒有還原嘛 沒有還原大家幫他當化妝師 幫他擦脂抹粉嘛 怎麼擦脂抹粉呢 你看 104年 我們去年底 質詢完 馬上 我們農業局局長 他真厲害 你知道嗎 他真厲害 他 你真的就像陳如市長講的 因為他做過了三屆四屆的總幹事 他對農地遼如指掌 他根本就是個農業玩家 你知道嗎 他把農地放在他的手掌心 在玩弄啊 特定木地是用地不是農地 他不是農地 特定木地是用地要按照他的規範來用 好 那你請教一下 規範 來 科後脫育中心 請問這個是什麼 剛剛那個局長已經說了 特定木地是用地 他可以有很多用途 但是要申請 市長 這個是什麼 告訴我 這兩個是什麼 這兩個是科後脫育中心嗎 我認為這個法規其實是有一些需要檢討的地方 市長你如果 市長如果你 我跟你講老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們繼續聽 104年12月25號 我們的農業局局長就把這塊地拿去 說他要申請變更診所 市長你知道嗎 現在桃園所有的醫生 眼睛都在瞪著看 如果可以這樣玩 我跟你講那他們醫生 醫師界 那個醫師公會 牙醫師公會高興的不得了 他們都等著看 我現在就講 12月25號提出申請說到這塊地 變更成為診所用地 我再講 你們如果說你不知道 你說你98年不知道 或者換人了 或者從社會局 案子移到教育局了 好那都OK啊 問題是我們去年已經告訴你了 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 它根本沒有申請客後託育中心 它根本就是個幌子 所以你就應該按照非都市計劃 管制規則第37條 要恢復原編定成為 特定農業區的農牧用地 可是呢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在做 反而是衛生局 衛生局竟然同意他 送了新辦事業計劃同意他 好我們來審 我們來審 然後會教育局 請教育局 這個同意 同意他把它 課後託育中心 然後變更成為診所醫療用地 拜託 課後託育中心在哪裡啊 課後託育中心在哪裡啊 對不對 竟然還可以寫在這個文上面 要這個 教育局同意 教育局不敢同意 然後呢 行文 還是我跟他們講 你最好行文到這個 衛福部去請示一下吧 衛福部公文寫得清清楚楚 衛福部公文寫得清清楚楚 當這份行政處分 這是有期限的行政處分 當他沒有在期限內完成 就施期效力 包含他的新辦事業計劃 亦同時失效 然後呢 我們地震局 竟然還可以 這個失效啊 那這個 這個 教育局 你必須要 廢止 你要廢止以後呢 我們才能夠來辦理 我們才能夠 讓這塊土地啊 回歸到這個 這個農木用地 是不是這樣 不是 因為我們是請問一下那個 教育局到底是什麼時候 有失效或廢止這個 這個情況 這有廢止的問題嗎 因為如果 法治 法治 法治是 這個有廢止的問題嗎 一個已經失效的行政處分 有廢止的問題嗎 有沒有 它是有兩個 臨近性的行政處分 會不會按照一下 油門行政中 公務員的進行 回復啦 施期效力嘛 我問 我請教你就是 施期效力的行政處分 還要再廢止嗎 我請問獨法局局長 我們的建造申請 我們申請建造 半年內要爆開工 如果在半年內沒有爆開工 就要展延 那如果沒有展延 半年以後這個建造 還有沒有下 事實上是有差別 一個是許可廢止 另外它因為 非土地是用地變更 所以它目前 我要講的是 這同樣都是屬於期限 有期限 有付款的行政處分 對不對 我就問你 你的建造 如果半年以後 沒有開工 這半年以後 施期效力 你還要再發一個廢止文嗎 不用 它就自動失效 它就自動失效 是 好 自動失效 我就講啊 你地震局竟然還 行文 教育局 問教育局說 那請問一下 你這個失效啊 是在 它送到衛生局裡頭 之前 還是之後 拜託 我已經講很清楚 104年12月25號 送到衛生局 問題是 這個行政處分 失效的日期 是在民國98年 就失效 我可以講啊 你地震局 原來如果說不知道 你教育局原來說不知道 那還 我們不知者無罪 我們104年年底 就已經提醒你們了 對不對 結果你們還玩這種文字遊戲 這個幫他化妝 擦枝抹粉 想要幫他這個 這個蒙混過關 是這樣子嗎 農地是這樣子玩的嗎 然後我們再來看 然後我們再來看 剛剛那個是都計外 這個是都計內 好 都計內的 這個一般農業區的農業用地 我還記得 當時市長回答是說 他是申請毗林工業區 市長 你錄影帶可以調出來 你當時回答是說 他是毗林工業區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 你說的是他後裝段的工廠 對不起 市長 當時我還不知道有後裝段 但是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那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是說 我跟你講市長 我現在講 你可能日理萬計 我們依法行政 其實我的政策是這樣子 如果農業局 或者是任何一個人 申請他自己的土地 雖然這個不 這是在朱立倫縣長的任內 那當時的法令 回歸 我老實說 用地變更完成後 他用途可以再變更 市長 他用途可以再變更 都是別人的錯 我沒有說都是別人的錯 因為你問我說 當時為什麼沒有還原 前朝的錯 我現在要跟你講 你日理萬計 所以你不記得了 但是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你就說 前面剛剛都市計畫外那塊土地 你說它是特地目的事業用地 後面這一塊 這個都境內的土地 你說它是毗林工業區 都境內沒有毗林工業區 我現在就 我們可以調錄影帶 都境內沒有 市長我們要不要打賭一下 要不要打賭 你說錯 你推出政壇 我說錯 我推出政壇 我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他地在哪裡我都知道 都境外才有毗林工業區的問題 在議會質詢我們要 我們一定要這個 質詢也不是這樣子 沒有啊 因為你說過的話你不承認 我跟你講 我不要跟你在這裡浪費口舌 我現在就講 就事論事 我這樣就講 他的工業區是在對面 馬路的對面 所以呢他想要毗林工業區 也沒得毗林 那我就講 這一塊都境內 都境內的一般農業區 做什麼使用 來看看 家具 家具大賣場 看一看 烤鴨店 機車店 便當店 這個全部都是在他的 都市計畫內的 一般農業區裡頭 然後呢 現在要申請什麼 真的太厲害了 我真的非常佩服我們 農業局局長 他真的把農地啊 這個玩弄在鼓掌之間 真是如火純青啊 那個 交通局 他現在申請什麼 利用空地 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 喔 空地在哪裡 可不可以請教 空地在哪裡 我現在看不到空地 我想法規的名聲 喔 所以他 他申請要用空地 作為臨時的停車場 那要有空地嘛 對不對 這裡面全部都沒有空地啊 全部都是大賣場 圍葬工廠 全部都在這裡頭嘛 那他怎麼申請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奇怪了 如果今天 這是一般老百姓 這個案子啊 早八百年 就被你們打 打路人工啊 已經 推薦退回去了 結果我們 桃園市政府呢 真的是各個局處 非常配合 配合到真的 我真是 唉 如果我是謝長勝 我會非常的感動 各位這麼這麼的 維護他的權益 維護他的違法權益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對不對 你們還召開了會議 從3月22號 然後那個會 會這個都發局 然後在3月23號 再會農業局 然後呢 4月1號又會建管處 然後4月21號 再會水務局 然後呢 4月26號再會養工處 27號再會建管處 然後29號再會農業局 然後接著還會到 6月4號還會到交通部 陸政司 然後7月27再會 再會建管處 大家幫他在兜圈子喔 再幫他圓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兩種可能喔 一種可能 就是你們真的想盡所有的辦法 要幫他非法變合法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你們也是呼嚨嘛 你們大家就呼嚨嘛 呼嚨他 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 反正這個 官樣文章 然後這個兜圈子兜 兜兜兜兜兜 兜到最後 然後拖時間嘛 以拖待變嘛 按照我們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農地如果被抓到違規 他只要說 我們已經申請合法化的 在過程當中 在申請申辦當中 就可以不罰嘛 對不對 我覺得只有這兩種可能嘛 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疑惑耶 各位都是 也都是局長耶 怎麼大家這麼維護他 而且是維護他這種非法的權益 然後你們可以這樣子 濫用你們的行政材量權 或者是 曲解這個法令的意思 這個地政局局長 如果我沒有弄錯 你們上個禮拜還行文給教育局 要教育局解釋清楚嘛 解釋清楚究竟 他這個是什麼時候 他什麼時候废紙 什麼時候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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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你講 真的 我現在真的建議 法制局 應該要開一門課 行政程序法 好好地請國內的一些學者專家 來給我們所有的局長上上課 很顯然的 我們地政局 對於這個行政程序法裡頭 很多的這個法令 還搞不太清楚 所以才會問出 才會問出 這麼好笑的事情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這樣講 你們的科長跟我說 這是一個受益的行政處分 真的 我光聽到這個 我就會笑掉大牙了 還好 我這個學公共行政 還上了一些課程 沒被你們呼嚨過去 但如果一般老百姓 可能就被呼嚨了 請你回去翻一翻 在我們的行政程序法的裁判要旨 匯編第五本裡頭 在最高行政法院96年1月11號 96年度判治第8號判決裡頭 講得非常清楚 講得非常清楚 所謂的期限 就是到達的那個時間點 然後如果沒有完成 它就自動失效 而對於一個 已經富有解除條件的行政處分 它的處分條件成就時 即當然施其效力 至於行政機關保留廢止權之行政處分 它需待行政機關行使其廢止權 其處分使發生 其處分使發生歸於消滅之效力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根本就是一個 無效的一個行政處分 就沒有所謂的廢止 所以你們在問教育局說 你到底是什麼時候廢止的 是在送衛生局之前廢止的 還是衛生局之後廢止的 真的 你這叫做什麼你知道 講了一句粗俗一點話 叫脫褲子放屁 你知道嗎 這粗俗是這樣 但再專業一點講就是說 你們真的每一個人 包括你包括科長 都要好好去上上行政程序法 了解一下什麼叫做行政處分 什麼叫做廢止 什麼叫做施其效力 所以不要玩弄法令到這種地步 我現在這個是他現在的違規 我們這個老生常談 從去年談到現在 我現在再跟大家再講 說我們農業局長是農業玩家 一點都不為過 來 市長再請你看一看 這是農業局長其他的農牧用地 我只能說他真的很好 家後衛有繼承的 有買賣的 土地非常的多 來在這個 富榮街後莊街33項 第號596 然後呢 富榮街 一樣第號640 還有富榮街第號722 市長你有沒有看到吧 這都是什麼 這在全創上寫的都是 都市計畫Y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這都是農牧用地喔 農牧用地應該做什麼 副局長農業局副局長 農牧用地農許做什麼 就是農牧用地的話 原則上是農地農用的一個原則來處理 農地農用 那他做什麼 那如果說有一些他有這個基礎的話 他依照規定要申請來 投入使用 他做什麼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這到底是 這是特定農業區 還是這是工業區 這什麼 這看起來像什麼 金發局 這看起來像什麼 像農業區還是像工業區 蛤 什麼建築物 鐵坪嘛 鐵坪嘛 獨法局 拆除柯裡頭 這裡頭 這裡頭列記的是什麼 注記的是什麼 維藏工廠 拆除柯裡頭 列案的 維藏工廠 是 對啊 這裡頭 有木業公司啊 有這個什麼 保溫屏的公司啊 有家具公司啊 對啊 這個是農業用地嗎 市長 這個是 這個是你請用他的專長來擔任 農業局局長嗎 其實這個上次我已經回答過了 我說這個 該罰就罰 該猜就猜 那如果他有申請臨時登記證 按臨時登記證 我想是這樣子 市長我跟您報告 我們已經查過了 在金發局裡頭 這些 剛剛講的這幾塊用地 562640722 通通沒有臨時工廠登記證 這個可以查清楚 查過了 柯長已經回覆了 我現在要講 可以查清楚了 我想這樣子 因為那個區 已經查清楚了 查清楚 我現在請教市長 如果查清楚了 你要怎麼處理 我說一般性的原則 因為每個個案 市長我覺得你不應該用一般性的原則 因為這個是你的農業局的局長 你聽我講完 他那個區 大部分都是地下違章工廠 是全區都是 那我的看法是說 該罰就罰 該猜就猜 那我們現在猜的原則是說 如果沒有公安立即的問題的話 我們是沒有猜 只罰款 那如果他可以申請臨時登記證 那麼他按照規定申請 市長 這是你對於你的農業局局長 然後使用農地的最高標準嗎 還是最低標準 還是沒有標準 我想 因為這些事情發生都在很久以前 並非他當農業局長的時候發生 你認識他也很久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應該早就知道 他的這些農地 都是這樣子在玩的嘛 這個 你知道我真的可以建議 他可以出一本書 他可以出一本書 這本書一定非常暢銷 你知道嗎 農地 農地濫用大補帖 他出這本書一定會非常暢銷 其實也不用這樣考慎他啦 犯錯就是犯錯 桃園的農地違章工廠確實很多 犯錯就是犯錯 就是看市長你要怎麼樣來決定啊 這個錯誤不是一個人犯 這個錯誤是我們整個農地利用規則 我現在只請教副局長 那個農業局副局長 我請問你 當你現在出去外面 面對一個小老百姓 他的農地違規 你叫人家恢復原狀的時候 你講到會不會心虛 蛤 會不會心虛 就是違規的部分 我們都會很誠懇的 依照規定來要求他們 謝謝啦 我想啊 我要強調的 我覺得這個比 鄭義雄的乾爹事件 還要來的更嚴重 一群知法之人都在玩弄法律 而且這公然的 在桃園縣政府裡頭 這樣子公然的無視 這個法律如無誤啊 我很好奇啊 什麼樣的組織文化 我們說一個組織啊 文化很重要 組織文化很重要 它會形塑整個這個組織裡頭的氛圍 什麼樣的組織文化 可以讓一個素人甲穿梭在 什麼勞動局 金發局 然後可以去喬事情拿紅包 什麼樣的組織文化 現在又是什麼樣的組織文化 可以讓我們這些富有專長 然後公務人員 可以公然的為我們的農業局長的違法行為 擦脂抹粉 是什麼樣的組織文化 我知道啦 農業局局長是我們市長的左右手 很多人說 對他是從 其實也不用這樣考試啦 我不是考試 我說的是事實 如果說農業局長犯的錯 違法了 該調職 該解職都會解職 這個 我想市長 其實剛剛蘇議員講很多 我有感受 因為現在所有局長為這個事情 不管是相關的協助的 會不會知情不知情的 加起來十個人 沒有 依法審查 加起來十個人 其實我老實說啦 該審查的基準 沒有一項會變動 如果過不了 坦白講啦 我認為 會變動是什麼 會變動是什麼 因為有太多資料 我們今天也講不來 沒有人會幫一個人做意 105年4月28號 衛生局同意 作為 它這個 環境段329第號 作為 醫療事業的一個 專業計畫 你4月28號同意 只有你們做得到 也只有謝堂聖做得到 隔一天啊 因為同意還要發個公文嘛 總是要寄個公文嘛 小市民什麼時候 你核准那天 你公文不用寄啊 有人到你局長辦公室拿嗎 誰啊 誰不厲害 隔一天 4月29號 就到你 謝堂聖就到你 委託人就到你 地震局 去送件 我例如說 有很多細節出來 但是我現在很多文獻已經簽到這個正風法治事 你們要把法官隨便你 但是 就市長的敏感度跟我的敏感度 我覺得 除了金發局那個收錢移雲之外 你們現在用所有的知識 去扛這個案子 扛得不值得啦 因為後面還有做衛報彈 我們今天談的是一個農業局局長耶 怎麼可以談得跟一個 好像一般市民 好像違規違法的那種概念來去談呢 我相信市長的道德標準也不會這麼低啊 你找一個主管 找一個警察局局長 哎呀 盧月 都在過去的事嘛 酒店他自己的事嘛 賭場他過去的事嘛 現在在開那不是我上任的事 那不是很無聊的話嗎 你認識他這麼久了 他有沒有這個道德有沒有這麼人品 可不可以做一般真的流汗農民的表率 另外你認識他這麼久你更該知道啊 那我想今天我們表演一個 我現在看到的一個情況是說 如果大家繼續這樣的 費盡洪荒之力 在處理一些特定人的一些事情的話 會給民眾一種感覺 只准農官放火 不准小農點燈 你們去對小農 有這麼好嗎 公文是這樣的一天之內能夠處理 大家包括復命醫師長什麼 大家幫忙開會吧 我告訴你 他再搞一百年也不會 有沒有一些特權的味道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不言可喻 但是我在這裡 真的我在想 我是懇求啊 市長 不能扛的人 真的 你再怎麼扛 也可能有問題 不能扛的事 你就不要扛 我跟你講到這樣的 是自己覺得你很賞賜他也沒有關係 或怎麼樣 但是你真的覺得今天舉這麼資料 是議員誣陷 或是議員搞導論 那他就是 你真的要找一個農業局局長 是我們看到他所有申報的農地 不是剛剛去年跟你這兩筆 所有申報農地 只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非農用 我沒有講不見得違法 叫做非農用 你真的要找一個 不甘田 不從基層 不跟基層農民 站在一起的這樣的一個 把他所有的 不管各式的農地 都想方設法 透過巧門 把他不管是拖 延 或者變成工廠 這樣的一個人 你們這樣罰他9萬 一年罰他9萬 一年罰他18萬 算什麼 他一個月 這個 他那兩個店面 有可能收超過50萬 100萬 所以這無聊嘛 所以我在這裡 我真的是希望 曾市長跟他的一個團隊 不要不小心或者變相 你說你違法行政 變相為虎作倉 變相讓桃園更多的農田 讓他毀掉變掉 如果我們努力了半天的成果 是這樣的 你努力再多 我覺得也是對桃園市民 非常不公平 現在我覺得謝局長 跟他這一類的 好不好 不光是他 他的心態就是這樣的 請各位局長不要配合 第一個 他們就是以合法掩護非法 我有辯定 特定木製業是用地 也蓋一個房子 大家不知道 是拖椅這樣亂倒 合法掩護非法 這已經算不錯了 還有一個合法 第二個 是罰款作為營業成本 我今天我講這個話 我一定要記得 你罰款什麼 他一個月50萬 80萬 100萬 你罰他9萬是幹什麼 半年罰一次 你罰他什麼 他是罰款作為營業成本 第三個心態 他這種都有專家 叫做知法玩法 以拖待變 就這樣呢 被抓到拖 快快工人在跑 反正到最後我也知道 蓋得滿滿的 做什麼停車場 但先撐行嘛 議員來執行 市長就可以講 他在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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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去做 像一個基層農民的表率 你可以去做 如果他不做農業局長 他教別人 你知道嗎 教別人變農地 我們在這邊吼吼叫叫 吼了一年多做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市長 這個 這個我覺得農業局長 他個人好不好 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現在對農地不好 他對農地 畢竟農業局長 副局長在這裡 農地農用是原則 是應該推動的常態 對不對 中央到現在都在推嘛 農地農用是常態 農地要變更 不管特地目的還是用力 要變什麼 那叫做例外 你不要老是 這所有人他把例外 當做他的常態 這樣的一個行徑 可以鼓勵嗎 你雖然幫他找到法律 這個逃脫了 我們坦白講良心也過不去 然後坦白講這個案子 因為做完之後 我們就送監察院了 在這裡查不出 我想查不出東西嘛 都沒事嘛 叫你查什麼 其他一大堆問題 你通通都不查 我是希望市長 應該要了結一下 扛不起的人 你就不要扛吧 我想農業局長 他的農地做什麼都好 就是不要做農用 就像什麼呢 就像你今天如果 用了一個警察局局長 他自己在開八大 你用了一個教育局局長 他就在做補習班 是一樣的道理 我相信鄭市長 你知道嗎 這些資料 都不是我們自己來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這都是民眾檢舉來的 各案 各案 市長你要好好的深思 好 我就綜合回答 各案 我們會 好 謝謝 早上輪到質詢的議員 全部執行完畢 那我們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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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